在俄乌战争开始前,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每年只有不到1万架,并且还需要进口部分土耳其的无人机。 而如今战争进行了三年,不但没能实现普京所谓的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反而将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飙升到了每年600万架。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三年翻600倍,乌克兰无人机如何完成逆袭的。 1991年12月24号,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这一曾经的苏联工业重镇可谓是一片狼藉,曾经紧密相连的工业体系被强行撕裂。 乌克兰在工业领域的发展瞬间失去了强大的后盾与支撑,相关企业更是陷入了深深的发展困境。 由于缺乏资金投入,企业难以进行先进设备的引进与技术研发,曾经拥有的技术人才也因看不到发展前景纷纷外流,导致企业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没有了稳定的供应链,原材料供应时时常中断,生产计划完全被打乱了。 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下,乌克兰的工业相关企业举步维艰,只能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进行一些简单的工业制造,距离形成完整成熟的工业产业还有着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2022年2月24号,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无人机产量犹如火箭般飙升,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据泽连斯基透露,2024年,乌克兰生产了多达150万架无人机,这数字与战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要知道,直到2022年末,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还微不足道,而且主要是依赖于整机外购,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实现如此飞跃, 堪称工业奇迹。然而如此惊人的产量增长,必然也对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量的无人机投入战场改变了战争的作战模式。 其中,FPV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已经成为乌克兰军队的秘密武器, 他们凭借小巧灵活的特点能对俄军目标发动突然袭击,给俄军造成不小的困扰。 这些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频繁出现,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俄军的作战部署, 增加了俄军行动的风险和难度。 同时,无人机的广泛应用也提升了乌克兰军队的作战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军心。 乌克兰凭借无人机产量的爆发, 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获得了更多和俄军周旋的资本, 也让战争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为后续无人机技术和战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并且为了推动无人机生产, 乌克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政策。 这些政策如同强劲的东风助力无人机产业迅速崛起。 在税收方面, 生产无人机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9%, 员工个人税率为5%, 要知道在俄乌冲突后, 乌克兰为了筹集战争经费, 各行业税率大幅上涨, 多数公司所得税是不低于20%, 个人所得税不低于15%, 部分行业甚至更高, 银行、天然气、煤炭等重点行业还要缴纳额外高额的利润税。 相比之下, 无人机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之大, 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这极大的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 提高了从业者的收入, 吸引了众多企业投身无人机生产领域, 同时还赋予无人机企业相关人员动员豁免权。 在乌克兰总动员后, 国内对动员态度两极分化, 大量人员应征入伍, 肩负其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的任务, 但也有部分人因各种原因不相服役。 对于留在国内又想避免被动员的人来说, 无人机企业的动员豁免权极具吸引力, 这特权使得大量人员涌入该行业,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支持。 此外, 乌克兰还鼓励普通人在家组装无人机, 并卖给国防部。 数字化转型部还设立了专门网站, 提供详细教程, 涵盖组装、 进口零部件、 过海关等各个环节。 这不仅为民众提供了创收途径, 还充分调动了民间力量, 进一步推动了无人机产业的发展, 为乌克兰无人机产量的爆发式增长, 提供有力支撑。 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崛起之路上, 还有两位关键人物功不可没, 他们宛如产业发展的领航者, 引领着乌克兰无人机产业在战火中砥砺前行。 米哈伊洛·费多罗夫, 这位1991年出生的年轻才俊, 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 从最初竞选议员失利后投身创业, 组建数字服务公司, 到成为泽连斯基竞选总统时的网络营销总监, 再到后来担任数字化转型部部长, 费多罗夫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 而在无人机产业发展上, 他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以及敏锐的洞察力, 上述的企业减税动员豁免和鼓励组装无人机的方案均出自他手, 税收优惠、动员豁免权等政策的实施, 极大的激发了企业和民众参与无人机生产的热情, 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战略工业部部长亚历山大卡梅申, 毕业于基辅理工学院的他,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无人机生产政策的制定, 但凭借着在金融和工业领域的经验,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资源保障, 解决了费多罗夫无法解决的资金难题, 为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们的努力和智慧推动着乌克兰无人机产业不断向前发展, 也为后续技术提升和产业拓展提供了可能。 在战火的洗礼中, 乌克兰无人机的性能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续航方面, 战前乌克兰无人机续航时间较短, 例如从土耳其进口的TB-2无人机续航时间为27小时, 而如今乌克兰的无人机续航距离已经能够超过1000公里, 这意味着其能深入俄罗斯境内执行打击任务, 大大拓展了作战范围。 在隐身性能上, 战前无人机几乎没有隐身能力, 在战场上极易被发现, 如今乌克兰的部分远程无人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隐身能力, 在飞行中能有效地避开俄罗斯雷达探测, 而载荷能力也今非昔比, 过去无人机功能单一携带设备有限, 如今为满足战场多样化需求, 无人机可以搭载多种先进设备, 执行侦查打击等复杂任务, 这种性能提升与战前形成了鲜明对比, 曾经的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显得力不从心, 如今乌克兰无人机凭借性能优势, 在战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提升不仅增强了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 也为其后续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也促使乌克兰进一步探索无人机, 在不同作战场景中的运用, 为种类的日益丰富埋下伏笔。 为满足战场多元需求, 乌克兰在无人机种类研发上可谓不遗余力, 成果也是显著的, 如今乌克兰的无人机家族可谓是人丁兴旺, 涵盖了多种不同类型, 以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和作战任务, 其中可重复使用和一次性使用的无人机各有千秋, 可重复使用的犹如战场上的多面手, 经过维护和调试后能执行多次任务, 大大降低了长期作战成本, 他们通常配备较为先进的设备, 能在不同时段对同一目标区域进行持续侦查和监控, 为作战决策提供丰富且连贯的情报信息。 而一次性使用的无人机恰似战场上的赶死队, 小巧灵活且成本较低, 多为小型自杀式无人机FPV, 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毫不退缩, 一旦锁定目标便勇往直前, 以自身携带的炸药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一击, 给敌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实际破坏。 近程型和远程型无人机也各司其职, 近程型反应迅速, 能在短时间内抵达目标区域, 适合对周边战场环境进行快速侦查和实时反馈, 为前线部队提供及时的情报支持。 远程型无人机则凭借其出色的续航能力, 深入敌方纵身地带执行任务, 比如对重要军事设施、战略目标进行侦查甚至打击, 极大拓展了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范围和战略威慑力。 这些丰富多样的无人机类型, 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拥有了更多的战术选择, 也为其后续在不同作战场景中的灵活运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总的来说, 乌克兰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已经在前线执行了大部分打击任务, 通过克服无人机面临的最大障碍, 俄罗斯的电子干扰, 大规模生产自主无人机可以增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能力。 这些进步也将很快带来形势的进一步演变, 比如能够使一名导航员控制一群可以自主飞行和协调的无人机。 从战争开始以来, 乌克兰就在用无人机进行侦查和打击任务, 使其获得了对俄罗斯的优势。 乌克兰的创新速度通常比俄罗斯要快。 由于炮弹供应有限, 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里越来越多的依赖自杀式无人机, 抵挡俄罗斯的炮火。 这种快速灵活的飞行器约有餐盘那么大, 有四个悬翼, 由一名带着护目镜的导航员控制。 护目镜接收来自机载摄像头的实时视频,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FPV无人机, 并能携带在撞击时引爆的炸药。 俄罗斯对抗乌克兰无人机的主要手段, 就是使用电子战设备。 这种设备可以通过干扰控制人员和无人机之间传递的信号来击落乌克兰无人机。 根据导航员的说法, 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FPV击中了目标。 在以历时三年的俄乌冲突, 以其极其残酷的方式重塑了现代战争面貌, 这场本世纪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 犹如一面棱镜, 折射出新军事变革的复杂光谱。 它不仅验证了常规装备与机动战术的传统价值, 更凸显了无人机、 星链通信等新制战斗力的颠覆力量。 由于无人机固有的侦察和监视能力, 战场的双向透明增加了集结兵力的难度, 并促使双方都在寻求无人机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优势。 因此技术迭代改变了战争形态, 胜负取决于谁能更快地将战场教训内化为认知实践的速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